弟兄姐妹平安 一个基督徒是否成熟 并不是看他在什么岗位 侍奉上帝 更加不是看他信主有多久 而是看他有没有一个固定的 灵修生活 灵修有好多种不同的方式 那么在这里我要介绍大家一种 比较属于思考型的灵修 这种灵修方式不适合读太长的经文 那么一般上 我会选择一张经文 或者说一个的故事 一张里面可能分成三个部分 用这张经文里头的故事情节 去反复的去思考 那么有几个步骤 第一个速读 就是快速的读过这张经文 第二个步骤 细读 就是慢慢的仔细的 每一个用词每一个字 去思考 去细细的去读 第三个步骤 就开始去思考 去思考这段经文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可以用5W1H的方式去思考 第一种 What这段经文发生了什么事情 What这段经文发生在什么地方 是耶路撒冷吗 是在犹大吗 是在某某人的家吗 是在旷野吗 When这段经文发生在什么时候 Who在这段经文里头 有谁出现了 Why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做 为什么耶稣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 这个就是5W 我再重复 What When Where Who Why 什么 在哪里 什么时候 谁 为什么 那么还有一个 1H How 我怎么去回应 这个的经文 在整个的思考当中 尝试去找出这些的问题 当然不是每一段经文都会出现以上的所有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子的思考当中 尝试把自己投入在这个故事情节里头 你也可以把你所领受的记录在笔记本 当你领学完毕过后 你可以继续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是你工作 还是在家 还是在哪里都好 你都可以反复的去思考这段经文 让圣灵无时无刻的 透过你早晨所读的这段经文 对你说话 这也就是诗人所说的 那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 这人是有福的 Amen 盼望圣灵透过我们的灵修 透过我们的思考 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话语 让我来为大家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把弟兄姐妹全然的交托 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 在这个时代得胜 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 能够来认识你 能够晓得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我们也谢谢你 你的话语炼进了我们 你的话语给我们力量 你的话语给我们改变 你的话语给我们新的生命 愿主帮助大家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灵修生活当中 更多的去听见你对我们说话 更多的得着生理的启示 更多的得着生理的引领 愿主你自己的话语 来赐福大家 帮助大家 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Amen 愿上帝的话语赐福大家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上一回跟大家分享了 关于5W1X的灵修法 那是一个主要以思考为主的灵修法 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经文导读灵修法 这是一个主要以祷告为主的灵修法 借着祷告去回应上帝的话语 一边读圣经 一边祷告 这种灵修法也能够帮助我们 更加的熟记神的话语 也能够透过祷告去回应神的话 经文导读灵修法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当你读完圣经过后 你借着祷告去回应上帝的话 另外一种就是你一边的读圣经 一边的祷告 那么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示范 第一种的经文导读灵修法 我选择的经文是诗篇第100篇 我给大家示范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上帝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藏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很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主耶稣谢谢你 你是我们的上帝 你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要当向你欢呼 我们要乐意的侍奉你 让我们的侍奉时代的喜乐 是甘心乐意的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你所造的子民 我们是属于你的 我们并不属于任何人 也不属于世界 我们是你的名 我们是你的羊 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让你来看过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 能够接着赞美 接着祷告 来进入你的愿 进入你的门 来赞美你 因为你是本伟大的上帝 你的慈爱存到永远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愿主常常地保守我们 让我们侍奉 能够蒙你喜悦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这就是第一种的 经文导读领修法 就是当你读完整篇经文过后 你借着祷告去回应 那么第二种呢 是你一遍的读经 一遍的祷告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示范 同样的也是诗篇 第100篇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是的 我们宣告普天下 要向耶和华欢呼 万国万民各种族 都要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 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是的 我们宣告 全世界的人 我们属于上帝的子民 我们都要乐意地侍奉上帝 侍奉耶和华 回心转意 归向耶和华上帝 向他歌唱 向他敬拜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是的 我们宣告说 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 唯有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上帝唯一的真神 我们都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藏的羊 世人都可知道 我们的创造主就是上帝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主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常常的 称谢进入你的门 赞美进入你的愿 不带着任何的埋怨 我们要常常感谢你 我们要承受你的名字 因为耶和华本没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主你是良善的 你是美好的上帝 你的慈爱存到永远 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你的信实永远看过我们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 给大家介绍了两种的 经文导读法 就是当你一边读圣经 一边的祷告 去回应上帝 这会加深你对上帝话语的印象 也可以接着祷告 去回应神的话 当然这种经文导读 灵修法最好是使用诗篇 使用真言 这种四个体材的经文 当然如果你读到历史书 或者故事性的经文 同样的也是可以 借着这样子的方式去导读 所以鼓励大家 当你读圣经的时刻 你也可以一边的祷告 一边的读经 让神的话语 以及你对上帝的祷告 在你的灵修生活当中 显得美满 也希望你在接下来的 读经生活当中不乏味 而且是更加爱慕上帝的话语 爱慕读圣经 在读圣经中找到乐趣 所谓阅读圣经 就是阅读圣经 让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 能够真真实实让我们去经历 能够让我们去回应 能够落实在我们生命里头 带给我们改变 带给我们帮助 也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愿意回应你的话 接着祷告 接着生命的改变 接着破碎 能够来回应你自己的话语 愿你的话语的亮光 常常在我们生命里头彰显 也提升我们在读经时候 能够对你有更多的认识 能够更加明白你的词意 接着祷告去认识你 接着祷告去回应你 因为这是一个沟通的方式 与上帝的沟通 与天父沟通 愿主帮助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Amen 愿上帝的话语 赐福大家 借着祂的话 以及祷告的权柄 带给我们生命 极大的改变 以及好处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我们 蒙福灵修法系列的第三场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系统性读经灵修法 在还没有分享之前 允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你已经读完过 整本圣经了吗 我记得大约在四五年前 我还在别的教会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主乐崇拜 穆斯福在 当天有一个特别的讲员分享 他在台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 这里 谁已经把整本圣经 读完至少一次 请举手 那场聚会大约有七八十人在当中 而这七八十人当中 就只有我一个人举手 当下第一个感觉 自然是觉得很自豪 但是很快地 心里头慢慢地涌出一种 可悲的感觉 因为在这七八十个人当中 才只有一个基督徒 把整本圣经读完 这个拔学率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从那次开始 我不断地在思考 有时候还询问了一些弟兄姐妹们 最后发现很多基督徒 没有把整本圣经读完的原因是 他们读圣经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困难 比如说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读起 一般我们都鼓励初心徒 从新月开始读起 可是新月的第一本书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就是耶稣基督的交谱 很无奈的 他们读了过后 完全不明白你们讲的是什么 然后就放弃了读圣经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读经法 什么是系统性的读圣经呢 第一 固定的读经习惯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读圣经的好习惯 第二 坚持的读经进度 就是不管你多忙 都得完成当天的读经进度 第三 立志的读完圣经 就是不在乎你明白还是不明白 只要你继续的按着进度读就可以了 我相信当你有正确的形态读圣经的时候 圣灵会帮助你 会教导你 其实就好像我们看电影跟看联系剧一样 有些故事情节当下我们是不能够明白的 但当我们继续的去观看的时候 慢慢的我们就会明白故事的情节是什么 同样的 让我们把整本圣经读完至少一次 当我们有了整体的一个大画面过后 以后我们读圣经 或者听讲演讲道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容易的去明白了 这里也给大家一些系统性的读经方法 第一 读经目标 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每一天你要读多少章的经文 一天一章两章 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 一天三章到四章 在这里提醒大家 整本圣经有1189章的经文 如果你一天只读一章经文的话 就表示你需要花三年多的时间来读完整本圣经 那如果你一天读两章的话 两年内你就能够读完整本圣经了 重点是不管三年还是一年 至少你是在努力完成的过程当中 总好过完全没有读而停顿在那里 第二 读经进度 有了每一天的读经目标 接下来你需要有系统性的读经进度 这里给大家一些方法 整本圣经有66卷书 开始时你可以选择其中一本书来读 就从那一本书开始专注的把这本书读完 然后你才开始另外一卷书 一卷一卷的去读 比如说你可以从路加福音开始 然后读马口福音 然后选择读使徒行传 或者另外一种方式是有持续的去读圣经 就是按照持续的读每一卷书 建议大家从行业圣经开始读起 就是从马太福音开始 然后马口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使徒行传 一直的读到启示录 当把行业圣经读完过后 你才开始读旧业圣经 从创世纪开始 出埃及记 一直的读到去马拉基书 有了读经的目标 也有了读经的进度 接下来第三 读经伙伴 一个人读圣经 需要有很好的自律和坚持 其实你也可以跟几个弟兄姐妹结伴 一起的设一个目标 然后大家每天固定的读圣经 从中大家可以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推动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实际的真实例子 2019年开始 我带领了一群弟兄姐妹 成立了立志读经主 群主里有信主超过十年的基督徒 也有信主不到一年的初信徒 在这群主里头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把整本圣经读完 我们每天读至少一张经文 如果章节篇幅少的话 有时候我们一天会读两张经文到四张经文 这个立志读经主 已经成立了将近一年半 而我们已经完成了 整本圣经的八十多巴仙 预计三个月后 我们就能够把整本圣经读完了 感谢上帝的恩典 只要我们有系统性的读圣经 而读圣经的困难 也会大大的减少 所以我们要有 固定的读经习惯 要有坚持的读经进度 也要立志的读完圣经 再加上伙伴的彼此鼓励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把圣经读完至少一次 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明白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留下了你自己的话语 成为我们美好的礼物 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指引我们走人生的道路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得胜 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去学习 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 给我们更多的成长 我们谢谢你 你的话语喂养了我们 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 也找到各种的应许 愿上帝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也求圣灵你在我们 接下来读经的生活当中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坚持 给我们你的亮光 让我们在读经中 导到乐趣 让我们在有系统的 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多的 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 愿上帝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立志在你面前 要把你的话语 完完整整的读完至少一次 并且能够更多的 学习你的话 愿上帝帮助大家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最后套用我们立志读经主的 口号来鼓励大家 读经可以很简单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过去跟大家分享了 几种不同的灵修法 包括以思考为主的 5W1X灵修法 以及以祷告为主的 今晚导度灵修法 还有三个星期的 系统读经灵修法 而今天是 蒙福灵修系列的最后一堂 也是稍微比较有深度的 一个主题 严经灵修法 在还没有进入分享之前 首先要跟大家理清一个观念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 一般上我们听到研究圣经 我们第一个观念 就会觉得很难 很复杂的了 这个我不否认 的确 研究圣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 但当你尝试去学习 并掌握到基本的技巧的时候 我深信你以后读圣经 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亮光 而且会看到更多上帝美好的座位 以及宝贵的应许就在圣经里 顾名实义 严经灵修法 主要是以研究经文为主 而达到更深了解 该经文本身的真正含义 简单来说 圣经的内容是 2000到3600年前的作品 两三千年前的中东文化 社会与政治背景 跟我们现代所处在 东南亚的处境不同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单单的透过圣经 字面的意识 去明白当时代的 一些社会用词和文化 比如说圣经常常提到的 清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撕裂衣服又是一个 怎样的举动 原来所谓的清嘴 并不是嘴对嘴的接吻 而是中东文化 脸碰脸的一个问候方式 而撕裂衣服这个举动 则是他们表达内心的 极度忧伤和愤怒的一个举动 透过以上的两个例子 如果我们没有 对所读的圣经 做出基本的研究的话 就很难明白 圣经所要表达真正的含义 严重一点的话 也许我们会有 错误的引用圣经 或者错误的诠释圣经的可能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问 那么该做些怎样的研究呢 基本上有三方面是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从文字表面的意思 再逐渐晋升到文字里的意义 第一 原文和语法 我们所读的中文圣经 已经经过了好几种 不同语言的翻译 在每一次翻译的过程中 都难免会有一些语言之间的差异 甚至有些词句或形容词 是别的语言无法贴切地去诠释的 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四章 二十三节所提到的 心灵诚实的敬拜 在原文是指用心灵按真理敬拜 这节经文说到的诚实 是和和本圣经的翻译 但是在原文或者其他语言的翻译本 这里是指真理 正因为各个语言之间都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我们有需要学习 去了解圣经原文的基本意义 还有就是语法 圣经中的内容 有好多种不同的题材写成 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四个题材 叙述文 语言 比喻和引语等等 不同的题材自然有不同的语法和解释 因为经文的语法也包含了 当时候作者的情感在里面 了解原文和语法 有助于我们更深地去明白 作者当时候所要表达的内容 第二 文化和背景 就如在前面所提到 圣经的文化跟我们现在的文化相差至少两千年以上 无论是时间 地理 文化 习俗等等 跟我们都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用现时代的价值观和观念 去诠释当时候的事情 就好像在前面说到的 所谓的清嘴并不是嘴对嘴的接吻 而是中东文化的脸碰脸的问候方式 而撕裂衣服这个举动 是他们要表达内心极度的忧伤 还有愤怒的一个举动 第三 圣经与自信 圣经由40多位作者写成 他们都处于不同的时代 有些作者彼此差距甚至超过1600年的时光 即使大部分的圣经作者数位谋面 但是他们所写下的圣经内容却是以自信的 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冲突以及矛盾在里面 故此 圣经可以成为我们解释经文的好工具 也就是以整本圣经的总原则 去解释局部圣经的经文 你所解释的那段经文 绝对不能够离开圣经的总原则 这种解释圣经的方式 我们简称为 以经解经 除此更要了解经文上下文的连贯性 并且从所读的章节中找到中心思想 这有助于我们不会对圣经断章取义 这里也建议大家一些比较简单的言经方式 我们可以对照不同语文或者翻译本的圣经 例如我们可以对照英文圣经 或者新一本圣经 另外鼓励大家可以参考一些解经书和注释书 这对我们读圣经和研究圣经有非常大的帮助 在这里也推荐大家使用一个相当不错的手机圣经 经读圣经 这个手机圣经能够同时候对照不同译本的圣经 还有不同语文的圣经 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上帝话语中的奥秘 因为我们的上帝希望我们更多的通过圣经 去认识他自己 去明白他 最后 这时代是一个异端崛起的时代 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教导 正在影响着很多的基督徒 甚至二者也不断的在迷惑那些不明白圣经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有必要更多用心的去学习明白上帝的话语 以便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纯净的话语 来坚定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Amen 让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赐下了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得胜 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炼经自己 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 能够更多的去认识你 主我们感激你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主我们宣告说 我们要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中 免得我们得罪你 特别是在这个一段崛起的时代 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 坚定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 去抵挡一切二者的迷惑 以及试探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 学习你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用心思 花时间在你面前 研究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祷告圣灵 你成为我们美好的导师 引导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当中 让我们能够看见 明白 学习你自己话语中的奥秘 主我们谢谢你 愿你话语中的美好的应许 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求主帮助大家 让我们能够爱慕你自己的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 Amen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圣经的疑问 鼓励你可以向你的主掌询问 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助大家去学习 祝福你 希望你可以更多学习 并且明白上帝话语中的奥秘 并且在末后的时代 靠着主的真理站立得稳 Amen Amen 明天